白糖粿 第一次看到沒有排隊的白糖粿 我怕嚇壞了 還是有排隊啊 沒有 之前都是這樣子排過去的 好啊 去吧 去吧 好 這是肥波 這裡是VS Media 想讓更多人看到你嗎 歡迎來投稿 投稿連結就在這邊這邊這邊 可能會繼續三級管制到7月26號 但是呢 會先開放局部為解封 大家好 我是Mika 我在 大家應該聽得到我們的聲音吧 大家看影片的標題應該也知道我們人在台南 那我們是因為家裡的一些私事 一定要下來台南一趟 對 然後剛好呢 今天是微解封的第一天 想說那我們就乾脆來拍一下 微解封下的台南 是一個什麼樣子 好啦 那我們現在人是在國華街的旁邊 就是... 我們就在國華街上 是每次來台南呢 大家一定都必來的 國華街 然後也是人超 聚集最多人的地方 對 那我們就來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國華街長什麼樣子 順便連買一些國華街的美食回家吃 對 然後希望他們都有開啦 對 希望都有開啦 OK 走吧 現在超熱 台南天氣很熱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這邊有個愛玉檸檬 現在超想直接買一杯走在路上喝 但是我們不行 對啊 都是汗水 對啊 走吧 好 我們先走吧 你看 現在路上完全都沒有人 人超少的 機車都可以這樣暢行無阻 連汽車都可以喔 對 跟以前比這樣差不多 對 好 我們先往前走 我們來買小枕米粉 我們來買小枕米粉 辛苦了 生意會不會很難做啊最近 差很多 差很多 我以前經過都要排隊 那我來國華街 應該有來個大概七八十次吧 別太多次了 差不多啦 差不多 然後每次經過這個台南天氣粉 都一定會排隊 對啊 人生中第一次來 完全不用排隊 我還問老闆說還有嗎 老闆說有有有快來快來快來 他們是都有營業是不是 對 我剛剛有問他 他說他們一直都有營業 可是生意都不好 嗯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都這樣子 因為之前 你是內用區嘛 現在又不能內用 然後 現在目前都沒有人在排的 我之前喔 是從這裡這樣排排排 繞繞繞繞繞繞 繞到後面這個巷子喔 我是排到那裡去耶 對啊 我們之前啊 每次來國華街 經過剛剛那個 十字路口 嗯 每次都是一堆人 滿滿的人在過馬路 不要說十字路口 我們這邊這一條 這一排有沒有 旁邊這邊 也都是人 對 我們過年也來過一次啊 還有集市 市集 現在這邊都圍住了 防疫期間 此處入口封閉 對啊 裡面的店也都沒有開 對啊 裡面的店都關了 對啊 在那邊我想像中 人少蠻多的耶 我本來想說 微解封後面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會不會微解封 大家都會覺得 好 那我要出來放風一下 但其實也沒有 其實大家的防疫關鍵還是有啦 對啊 對啊 那個微那個是不能相信啊 哈哈哈哈 我想要喝不蘭安紅茶 好吃喔 OK 去買去買 這條街有蠻重的啊 你要講點什麼嗎 我剛剛有用不開 真的完全沒有人 之前每次來買不蘭安紅茶 都大排場 我記得他都會就是在那邊叫號啊 幹嘛的 那時候本營室要等大概 20分鐘 20分鐘 就是幾乎都沒開 對啊 幾乎都沒開啊 你能想像這裡完全 以前完全都是人嗎 然後可能還會有很多 很多人在那邊拍照啊 對啊 欸 泰塵水果冰 有開耶 但是我們沒辦法買啊 它平常都不開的 現在竟然有開 真的很冷清啊 然後 你看這個還頂到 疫情期間 這個很多店家 都真的是撐不住啊 連那個夾娃娃機店都封起來 對 很慘耶 真的很慘 而且其實我們剛剛一路上啊 就在路上騎車的時候 也看到蠻多店 都在貼那個 頂讓啊 輸租啊 之類的 或是瘦啊 嗯 但是也是有一些人 他們選擇 就用這個時間點 然後裝潢 等疫情過去之後 開始工作 努力賺錢 加油 今天車子喔 我們來買這個 白糖粿 第一次看到沒有排隊的白糖粿 快嚇壞了 還是有排隊啊 沒有 之前都是這樣子 排過去的 老闆 讓你請問一下 最近生意怎麼樣 欸 有差 差很多 欸 大概是一半吧 一半 那今天微解封有沒有比較好一點 沒解封沒有啊 沒解封沒有啊 沒解封跟沒有解封其實沒有什麼好 辛苦了 我看很多店都關掉了 NONO 陳前訪沒開 啊 好可惜喔 昨天跟今天變熟 好可惜 來來 那個年代 你要吃哪一個 我要吃我們上次吃的那一個 哪一個 杏仁紅豆煉乳冰 怎麼樣 喔 一個這個 還有另外一個 還是要吃那個新口味 沒有 他說沒有 喔 黑芝麻豆腐煉乳冰 好 這兩個 你們現在生意有差嗎 沒有 阿今天微解封生意有沒有比較好一點 沒有 比較好 喔 是喔 你們是一直都有開嗎 還是前天時都沒有開 最近才開 一直都有開 那是不是上班都沒有其他同事 我們都一個人吃 大家還記得這條街嗎 保安路 就是有陳前訪跟阿明租星的這一條 也是空空的 老闆 你們現在生意很受影響嗎 想要掉多少 大概掉幾層啊 幾層 這麼多 沒有人坐 你坐在那邊看就沒有人坐 以前經過都排隊 排隊都排到我不想吃耶 好啦 你看一般的那種小吃店 這樣掉七層 我覺得現在老闆還願意開店 已經很有勇氣了 好啦 我們回來家裡了 我們現在在在老家 然後我們先來試吃這個 小卷米粉 然後我們買的是兩碗 然後是蛋加小卷 綜合 綜合 欸 我每次去的時候蛋都沒有了耶 很難得有機會會吃到蛋 真的啊 嗯 我也是第一次吃好的蛋 那蛋超好吃的啊 剛才一天偷吃的一些東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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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再去家很酷喔 嗯 欸 我覺得帶回來吃的很掉 其實還是很好吃耶 我們這一家買的是 秋家對不對 好像是吧 好像秋家跟麵家都蠻有名的 吃了這個突然有一種 我真的來到台南的感覺 哈哈 因為很甜 他是鮮甜 我覺得他的甜 並不是因為他家裡 嗯 超好吃的 他的蛋 我是覺得他沒有什麼臭臭的味道 他沒有什麼新味 嗯 就先點先點的 嗯 一行期間 竟然還是可以吃到我覺得蠻幸福 他的小卷 非常嫩 完全蠻脆的 嗯 嗯 好棒喔 好吃 然後我們還買了這個 阿民豬心 然後我們點了豬心冬粉 然後跟他的鴨腳翅 先來吃一下他的豬心冬粉 他鴨腳翅是我們沒有吃過的 嗯 因為之前都要吃 但是要嘛等很久 因為我們賣完 也是冷掉 他豬心很多片 然後不會腥 因為他飯滿有薑絲的 喔 薑味很重 豬心好吃 他豬心切的還滿多片的 熱一點吃裡面更好吃 然後我們今天跟那個老闆就聊了一下 那個老闆說他的那個生意啊 掉了三星七成 這個疫情 然後讓靠著觀光嗎 回生的 我覺得他們衝擊很大 嗯 很多人要嘛就是他們不開店 要嘛就是把店收起來 像台北有很多老字號的店 也是說收就收啊 你可以想像到 路過台南一些很經典的小吃 收掉了 是怎麼樣嗎 有時候他明珠心收掉 邱家小便收掉 怎麼辦 是不是會讓大家錯了 來吃吃看他的那個 鴨腳刺嗎 他燉得很爛耶 一夾就會掉下來的那種 嗯 那個什麼 入口即化 他直接骨肉分離耶 嗯 好特別喔 他的那個滷汁蒜味還滿香的 感覺可以膠粉比較 然後他的那個 鴨腳看起來膠質很豐富 嗯 好吃好吃 我覺得讓這個疫情下面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處啊 就是不用排隊 不然如果說我們之前要排這個東西 至少要排半個小時 嗯 然後來吃一下那個 白糖粿跟番薯痛 這個番薯痛超Q的耶 超級Q的 而且他裡面有內餡耶 嗯 嗯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他吃起來很像 很大顆 很Q 的地瓜球 對 他這家店其實從第一次 你一起來帶我去排隊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這家店排怎麼樣 他排超長 很興趣的是他今天不用排隊 我們去就可以直接買 我覺得番薯痛比白糖粿還好吃 對 沒錯 他番薯痛的地瓜味很 很像 這個我可以吃 他白糖粿就還好 而且他中間是有那個地瓜餡的 爆漿的那一種 來吃一下白糖粿 超Q 嗯 大家有吃過白糖粿嗎 感覺就是麻糬 拿去炸 然後外面裹糖粿 對啊 就是這東西啊 裹砂糖 但他就沒那麼愛 但我滿愛的 因為我很喜歡這種QQ的東西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去買番薯 好 好啦 那我們等一下就會把這些東西吃完 這算是我們全家的晚餐 對 女哥好 剛好我們這次有機會 回來台南一趟 所以想說 來帶大家看一下台南疫情下的樣子 那 大家也看到 其實 就算是微解封 但是大家也不太敢出來 我覺得這是好事 嗯 我覺得這是好事 大家 再忍耐一下 等整個疫情過去的時候 大家整整 放心 再出來玩這樣才是最好的 沒錯 嗯 我覺得我們不要強調這個微解封 我們等到他真的解封再來說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話 幫你點讚訂閱分享 他只中我們的iTuber跟Facebook 那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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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Down cater 哪avoir